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贝奇老师呢 想说我们要准备回到学校去上课了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来一点轻松的课程 就是老师要推荐一个APP 给各位小朋友来练习看看哦 好 小朋友有没有听过 CAK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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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诶 教授贝奇 CAKE不就是蛋糕吗 嗯 没错 CAKE CAKE 就是蛋糕 今天Teacher 贝奇要介绍的这个APP 它就是叫做蛋糕哦 好 你有没有听过呢 有 没有 好 都没有关系 如果还没有听过的小朋友 现在呢 麻烦你帮我下载一下哦 好 老师给你一点点的时间 等你下载哦 好 各位小朋友你都下载好了吗 好了吗 好 那Teacher 贝奇就要拿出手机来跟各位做介绍哦 好 首先呢 请 哦 好像不是很清楚 对不对 好 没关系 请各位小朋友帮我点到CAKE 这个CAKE 好 点进去 好 CAKE 它里面啊 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多影片的资料库 好 这个CAKE 它的影片呢 全部都只有30秒以内 再讲一次哦 它只有30秒以内 非常非常的短 而且又很好用 好 Teacher 贝奇在Teacher 贝奇的班上啊 都用了非常非常多次呢 那贝奇老师的学生有一年级 有二年级 然后也有五年级 也有六年级 那尤其是五六年级的小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好 所以今天贝奇老师才会推荐这个APP 分享给各位小朋友 那你点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学习的影片 好 它都很短 有很多都是那种国外网红 他们录的影片 然后把它截取不到30秒 然后分享给各位 好 那我们就随便来选一个好不好 好 那Teacher 贝奇就来选一个 好 这个呢 它是食物 好 我们就来听看看这个食物哦 好 来吧 好 来吧 好 我们点出发 好 来吧 好 来吧 好 那我们就请过来吧 好 来吧 嗯 糖 糖 taken 嗯 分 糖 菇碗粉 激芋 这就是 interesting 我喜欢这我们的问题 我喜欢你那一样 是不是不到30秒 很簡單對不對 你剛剛有聽清楚嗎 好沒關係 Becky老師再播一次哦 好 開始了 ok 那我们呢就可以选择 他提供的句子 然后来做练习跟录音 好 比如说Teacher Becky来选一个 好 对一句话哦 他会一直重复对不对 他在讲什么 那为了要知道他在讲什么句子 我们就可以点住 好 看一下 这边是没有对不对 点一下就有咯 好 我们听看看 好 他讲什么呢 他讲 alright this is your next one 有没有听到呢 再听一次哦 好 好 所以小朋友他讲的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么你只要练习多听几次 去猜看看他在讲什么 那如果你真的猜不到就没关系 就像刚刚Becky老师的动作一样 我就是点一下 他的翻译就会出来了 好 再试一次哦 他的翻译就会出来了 好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以跟着他录音哦 好 这边有一个挑战口说等级A 好 下面有一个跟着练习 有没有看到跟着练习 OK 我们来练习看看 他今天要我们挑战的是 I mean it's all right I mean it's all right 好 那我们练习看看哦 I mean it's all right 哇 我的发音真棒 他给我我一个A的星星 好 所以小朋友我们来练习看看好吗 好 我们老师给你一点时间 你也一起来练习一下哦 好 那老师趁这个时间 来找看看另外一个句子 好 比如说第二个影片 第二个影片 好 那我们现在呢 一起来学习他这个影片 要我们学习的句子 好 这个影片呢 他要我们学习的句子是 It's not too bad It's not too bad 好 那我们来挑战口说等级A哦 我们跟着练习 好 跟着练习 It's not too bad 哇 又是A了 好 我们就跟着他 一起来练习看看 那小朋友也一样哦 找一个你觉得你很喜欢的影片 或是你觉得很吸引你的影片 那我们一起来练习看看 好 那么接下来 Teacher Becky要来 找另外一部影片 我们来练习看看哦 好 我们来找这个影片好了 这个 好 那他这个东西 他有另外一个测验的内容 就是要用填控的 我们来找看看填控哦 好 前后是掌费的 下面有选择 好 我来试看一下 啊 我错了 as long as you didn't give me roast beef 哦 答对了 好 Tsong you're so clever over there we're so clever over there we're so clever over there so clever over there 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子 一直一直的练习 一直的测试 好 这个呢 就是老师今天推荐给各位小朋友的 一个APP 叫做CAKE 好 那希望各位小朋友 回家每天都可以玩的 练习的非常的开心 那这个APP它也很贴心哦 它每天都会通知你说 哈喽 练习英文的时间要到了哦 所以它大概每天晚上差不多 可能七八点吧 或是八九点的时候 它就会提醒你 那你就会知道说 哈我今天也要努力来学习英文哦 好 那今天Teacher Becky就介绍这个 这个小小的APP 给各位老师 给各位小朋友